自从换了这个ID3 这个车我有一点我是特别不喜欢的 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座椅 为什么呢 我开车呢是喜欢这种坐的比较直的这种造型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座椅啊 成L型的这种角度 这样呢我靠在上面我觉得比较舒服 但是这个车呢 由于它车身比较低矮 腿呢需要抬的比较高一点 所以这个车我坐在这车里的感觉 就有点像这种偏C型这种角度 这种角度对我来说 这个腰就特别的难受 如果我要是跑长途我跑一天 哎呀第二天我这腰都缓不过来 所以我在网上呢找到了各种的腰靠 我今天买了一个神气的腰靠 给你们看一看 这款腰靠呢 虽然你看着可能跟普通的腰靠都差不多啊 但实际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特别之处的 现在不是椅子都讲究这个人体工程学吗 所以这个腰靠也是符合人体工程学 在这块有一个可以活动的这种软性的材质 这个是一个护脊的功能 它可以把它调节到你最为不舒服的腰部的位置 让它来顶住你的脊椎 这样你的脊椎会舒服很多 而且你看它这个还有一个像我们测血压 凉血压的这种打气的 在这种不冲气的时候 这个靠背是可以随意的活动的 其实也是去贴合你这个后背脊椎的这个形状 但是当你充气以后 它的这个后边的量就会小很多 所以你再去贴合它的时候 它就会很紧实 这样就会让你的背部不会有一个更大的弯曲度 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腰部去调整各种各样的姿势 来保证你的腰部坐着的时候是最为舒适的 虽然它长的都是这种肾形结构 但是它和传统的腰靠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虽然我说了这么多 但是现在还都是纸上谈兵 我还没有用过 正好今天我要去天津一日游跑一个小长途 所以我现在也把它装在车上来测试一下 最后告诉你们它到底好不好吃 整体安装很简单 后边就一根绳内入了就行了 一会就打气看看你自己的脊柱痛点在哪 调整好了就行 它那个护脊的板是让你放在你最疼的脊柱点的 这个有点差了 对所以我就感觉你应该太高下了 一般都是这个位置是腰的最不舒服的地方 行了我觉得 我顶不下它那感觉 你还得杀了劲 这个调节挺方便上下 对我看它还挺丝滑的 对不是那么阻尼感那么强 但是呆住了它也不会动 行咱试试 行建位置就行 行了 你看我今天特意还换衣服 其实这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当天回来 我觉得这个腰靠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不那么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是我觉得本身我可能体重比较胖 然后呢 我把这腰靠放在座椅上 相当于我人坐的往前 本来我可以这么开车 现在我别说我得这么开车 我觉得特别不舒服 虽然说这个中间呢 这个支撑当你给它充气起来以后 对于你的腰疼的那个部位 确实给你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长时间老这么顶着 它支撑有点太大了 就是怎么着 老是让我凸着往前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时间长也不舒服 所以你看我这也摘下来了 然后呢 我觉得这可能是根据每个人这个脊柱 它成型的已经 可能你的脊柱是这样的 你一顶着它就不舒服 可能有的人脊柱呢 哎 造型不一样 顶上可能就舒服 所以我就怕我的这个结论呢 不是特别的准确 我就回来让雷内特开车 也感受了几天 然后让雷内特收拾他自己的经验 像他使这个 就跟我使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呀 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腰靠 因为我可能脊柱吧 平时坐的就比较直 就不像周易 他总是这样弯着 然后呢有一点螺 有一点坨 我觉得他那脊柱已经弯了 所以给他调直了之后 他反倒不舒服 但是我呢平时坐姿就特别直 所以我还觉得挺舒服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吧 有一个缺点就是 他这个板啊 你看 他还是挺厚的 所以就是你坐直了 时间长了 你就会发现 就特别顶的 我不知道是他诚心怎么设计的 能够护脊椎啊 还是他就是有点厚了 但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人而异 反正他坐着觉得不太舒服 我呢觉得如果长时间开着 是可以坐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 以后长途开车 如果腰累的不行了 就把他从后备箱里拿出来 可以调节一下脊柱 让他缓解一下这个疼痛 如果日常开车呢 像周易比较胖 他就觉得站错位 然后我们就给他放到后备箱里边 短途不实 长途不实 总体来说 你说这玩意直不直呢 我觉得因人而异 反正有肯定没有强 最起码你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让你及时的缓解一下腰痛 他就在后备箱里头 至于推不推荐买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 因人而异 你像我们就是属于一个半闲置 半使用的状态 如果您呢也有一样的这个问题的话 我建议可以去实体店去试一试 再去决定买不买 必定啊 这东西它也不便宜 几百块钱呢 咱还是得慎重 这东西也不便宜